你先进去吧 我在这儿等你 如果阿姨不同意的话 我们再相办吧 好 应该没问题 来 您的零钱拿好了啊 下次再来啊 再见 妈 我回来了 走了 妈 你看 平时我跟瑶瑶都在上学 然后你一个人在家 我觉得有的时候挺无聊的 我想呢 就想着 送一只狗过来陪陪你嘛 你看看他 夏淼淼 你眼睛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妈呀 你干嘛突然说这么戏剧性 太子 我心里肯定是有你的呀 所以我才想着要送小狗给你嘛 妈知道你做专业的事了 什么时候的事 这个学期开学 如果我不发现 你是不是就不打算告诉我了 不是 妈 别叫我妈 说养狗就养狗 说转系就转系 这么大的事没伤没量呢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任性了 我如果要是告诉你的话 你肯定不会同意啊 我如果要是告诉你的话 而且我现在也长大了 我也有自己的想法 对对对 我都忘了啊 长大了 长大了好啊 妈 转系这事我是喘不了了 但是夏淼淼 在家养狗这事 我总管了两把 我现在就正正其事地告诉你 我家不准养狗 现在你给我送走 妈 你听我说完行不行 妈 没关系 我再想办法 跟我走吧 好 怎么了妈 不是要喂年年吗 不是 怎么了 因为小狗的事挨骂了 不是 我妈知道我转系的事了 她特别生气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转系都没有跟你妈说啊 我 我跟她说了 她肯定不会同意的 而且当初她也没和我商量 就把我专业给改了 她就是这样 那你好好给她解释呗 让她理解理解你 我妈不是那种会理解我的妈妈 那你就让她呗 像你小时候 她都让着你一样 你是否在那种不想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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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吗 抠墙啊 这 墙 有点 脏 行了 回家吧 今天时间有点晚了 明天一大早还天天天做个窝呢 好 那我明天一早来带她散步去 我们走啦 你给你姐发信息叫她回来吃饭吗 发够了 那怎么还不回来呀 肯定是为她找不到地方养狗呗 你又不让养 你确定 刚才看见她出去的时候没哭 没哭 还有个帅哥在等她 就梁老师那厉害的儿子 她不会是谈恋爱了吧 这死丫头 咱们现在什么都不给我说了 你把那个电视声音给我弄小点烦死了 闹了呀 烦死了 妈 我回来了 妈 对不起 对不起 转系这件事情 我应该提前和你商量的 但是这次我不是任性 我是真的很想学服装设计 为了这次的转系考试 我有大半个月没怎么睡过觉 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辛苦 因为我觉得 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我没告诉你 是怕你不同意 因为我知道就算你不同意 我也还是会转系的 所以现在我的意见也不是那么重要 是吧 不是 就是因为你的意见特别重要 我才害怕 因为你的意见会影响到我考试复习 我怕如果我没考过 我会埋怨你 我不想这样 妈 你能不能别生我的气了 夏瑶瑶 那个电视声音那么小 我怎么看呀 跳大点 只知道吃 不知道干活 摘菜 好 晚上想吃什么 说啊 别光看电视 小拓 餓不辣 想吃什么 妈给你煮 不吃 那要不要吃个水果 我给你削个离 不吃 有没有脏衣服 我拿去洗吧 没有 听说你设计竞赛 竞了初赛 准备得怎么样 累不累啊 嗯 那你休息吧 我先出去了 妈 怎么了 你有爸的消息吗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是不是你爸跟你联系了 他有没有 没有 我就是突然想到 你爸他在外边做生意比较忙 没够联系我们 我们就别去打扰人家了 那我出去了啊 你放一边去嘛 你穿上衫还有多久才能做啊 我还等着你给我娃娃做衣服呢 别急 我今天晚上肯定能做完的 那你做给谁啊 是上次那个学长吗 你小屁孩吃到那么多干嘛 我也不稀罕知道 送自己做的衣服多老土 ándom 喝老土吗 对呀 来了吃水滚了 谢谢你 来 喂 我在你家巷子口 出来 找你有事 行 那你等我一下 妈 我同学找我有事 我跟我出去一下 跟我说那么多大麻 我管得着吗 这字写着手 看清楚了吧 看清楚 但这好像不是今天送他回家的 梁老师的大儿子 是梁老师的第二个儿子 你说这死丫头啊 拿那么好的面料做衣子 真是女大不忠理我 刚真不好意思啊 我妈和我妹太夸张了 你找我到底什么事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你不会是让我帮你做什么坏事吧 你零开拓 怎么了 我爸回来了 那 这是好事啊 欣欣不是说 你一直想让你爸回来吗 怎么了 到底 可是他好像不想见我 我小的时候呢 我小的时候呢 有一次 我爸出海 出了大半年 等他回来的那天 我就一直躲在门后面 不敢出来见他 所以 太久没见了 有一些生疏 是很正常的 我爸妈离婚之后 我爸就消失在我的生活里了 我一直安慰自己说 我爸出去打工了 他不想打扰我 他也很想见到我 可是 可是我这次见到他 他就连电话码都不想告诉我 就让我觉得很 如果 如果我现在主动找他 就会更 你不要用这种同情脸能看着 我没有 我真没有同情地看着你 我干吗同情地看着你啊 我就是 眼睛做过手术 然后眼神不太好事 真的 我刚眼神一点同情都没有 我刚眼神 可无情了 是挺无情的 我 我觉得呢 如果你真的很想你爸的话 就去找他 就当这次你让让他 你帮我给我爸打个电话吧 你帮我给我爸打个电话吧 上次你和林霞想投诉的那快递员 他叫林卫国 这是我爸 喂 您好 您好 我收到您送的快递 但是里面的东西都损坏了 哦 那 你是要办理退货手续吗 哦 是的 麻烦您明天十点左右 到海大关键湖取一下货 可以吗 哦 可以可以 学长 嗯 这个 送给你 我上次不是把你的衬衫弄脏了吗 我就做了一件新的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谢谢 我很喜欢你 小狗呢 怎么不见你把他带来三分钟呢 小狗不是在这儿吗 狗不见啊 你去海鲜市场那个方向 我去学校找 好 我去设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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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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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是来找你的 昨天给你打电话的是我同学 这样啊 那 那就是快递 不用退货了对吧 那 我还有事 反正你也有我电话了 咱们保持联系啊 你先别着急走 我问你几个问题 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 小拓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不是说你去外地做生意了吗 什么时候回到海城 为什么再送快递啊 我回来没几天 生意上出了一点问题 所以我就找份工作先干着 那上次你没什么要骗我 我 我还要去收快件 以后再慢慢跟你解释啊 爸 你现在跟我说 小拓 我以后 我会跟你说清楚啊 你现在说清楚啊 小小拓 你回去上课 跟我说嘛 我会告诉你的 你先别着急 我会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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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知道 我会不会有什么事 我会不会找到你的 我会不会找到你 我会知道 你会想找到你的 我会找到你 我会想找到你 那是 快打电话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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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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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AS 1分钟 叔叔没事吧 笑意说没什么事了 但还得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我今晚就出校了 不回家了 我会跟阿姨说的 那个 我知道 不会让阿姨知道发生什么事 你的脚怎么样 都已经处理好了 都已经处理好了 没伤到骨头之类的吧 没 就是划破了一点皮而已 那就好 那我回家了 那我回家了 笑 你说什么 闭嘴吧你 你这是对救命而人的态度啊 滚 以后恩公或者哥 你选一个教堂 他什么时候换的衣服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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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长 你去哪儿了 手机怎么关机了 找到年年了吗 我手机进水关机了 没找到年年 你呢 我也没找到 我妹刚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家 说着有惊喜 但是我回来以后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我 学长 你 穿的 刚刚发生了点意外 衣服全湿了 就换上你给我的衬衣 出了什么意外 你没事吧 没事 就是被楼上的人浇了一波水而已 你 这件衣服你穿上特别好看 亲子装啊这是 要不要 她的 如果她们要更多的 云下 她们再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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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继续 她们再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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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再试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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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长 真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一整天不在家 我妈肯定是用剩下的补做的这些 太对不起了 没关系 而且我也不知道 是我妈把年年抱回来的 害得你找了半天 既然年年已经找到了 那我先走了 别走 别走啊 阿姨已经开始做中午饭了 吃完饭再走啊 尝尝阿姨的手艺 阿姨 那个 不好意思 我们家今天有事 阿姨的厨艺可能得下一次再尝啊 是这样啊 那你记得下次一定要来啊 好的 谢谢阿姨 我去送一下 所以妈 你是选哥哥喽 哥哥挺好的 看着多亲戚啊 跟他们一家人一样 你们说什么呢 说了你 走 首先呢 要恭喜在座的各位 大家终于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 看到给我回电 那么根据学校的要求 在这个决赛之前 我们要进行为期 两个 我现在要联系到你 其实呢 我个人是不赞同学校 把大家圈起来集训的这种做法 建筑嘛 是一门艺术 艺术怎么能圈起来集训呢 老师 那我们来一下干吗 就你皮 这不走走过场吗 来 大家把书翻开啊 我给大家介绍几个 极具参考意义的网界作品 首先把书翻到第四十三页 看一下这个垂直村落 然后把书再翻到五十七页 看看这个大盒子景观 再把书翻到七十三页 我们看看城市镜头 好 那么大家都是进了决赛的人了 这几个作品呢 也用不着我给大家解析了 大家好好学一学 好好地感受感受这几个作品 看看人家 是如何将艺术和实用相结合的 我帮大家 就只能帮到这儿了 剩下时间大家自习吧 我还得批大一的作业呢 好了 自习吧 如果他们发现是计划好 你怎么又来了 我 我不是来找你的 我是来找又年的 对吧 你行 我不认识你 那我来找开拓 我 我说要认识你 给你吧 我也不认识你 你 你们两个 该不会是和好了吧 能不能安静点 别影响别人学习 你 你 你们两个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连我都不告诉你 是不是 你们两个和好 竟然不第一时间通知我 还把我当兄弟吗 我生气了 你继续生气吧 我也觉得你就生气吧 行啊 你们两个这么快就开始联合欺负我了 是不是 是啊 太不容易了 终于和好 咱们三个又能一起打球了 你说 是不是从高中校级联赛那会儿 就再没打过球 要不然咱们现在去打吧 要不然咱们现在去打吧 庆祝一下 怎么样 不去 不去 为什么不去 要准备竞赛 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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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竞赛 有钱拿呀 有 两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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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你们把那个奖金投资我生意怎么样 亏本的生意我从来不做 说谁亏本 我弄亏本啊 行 不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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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室消毒 谁要让我们急事又不让我们用教室 什么毛病啊 显微听说最近有流感 不知道在消什么 那我们先进去 等消毒人来了我们再走我们就行了 里面有人 没有 我关的 我刚刚看到这门动一下 兄弟兄弟 打车打车 走 我们去打球呗 对对对 打球去你 在里面就是有人 有什么关系啊 打球最重要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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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时间没打了 夏淼淼 要消毒可要快一点啊 快点 快点来不及了 去去去去 我好像觉得刚才的那个画面有什么不太对劲的 什么不太对劲啊 他们和好了 不是吧 不是吧 我们开拓竟然大人有大量地原谅了梁又年 那肯定也能原谅我吧 毕竟我只是装了一下去 学长又没做错什么 说什么原谅不原谅 晴晴 你带图钉了吗 我得给他钉上去啊 嗯 我知道哪有卖的我去买了 你过来 给我看看位置 好 陈大哥 买个饮料磨磨蹭蹭你 快点 一会儿还得堵人呢 着急有什么用啊 反正下门也进不去 不如先去吃个午饭吧 等下午咱们有机会混进去的话 直接去建筑器等着得了 我说你这偷懒的理由还挺多呀 好 林卫国的儿子叫什么来着 我又给忘了 林开拓 去去去去去 一会儿啊 你负责吓唬他 我负责拍照 发给林卫国 行了行了 别别别拿这么多了 老板算账就拿这个 我拿量这个 你觉得梁又年怎么这么深啊 喝个饮料还非得喝茶派 学校超市都卖完了 我还得出去给他卖 出来都出来的 你哪那么多废话 到底哪里又卖 那出去前面还有一个超市 如果再没有我可就没辙了 那走快点吧 都渴死了 你着什么急啊 你这也太客户门了 啥也不让买就买一瓶水 有的喝不错 那你招什么急啊 你干嘛呀你 今天水必须你请啊 我告诉你 挺厉害的 大超学长 你是来接我的吧 大超学长 不是叫了我的名字吗 你把他给拉走了 喂 等我一下 刚刚吓死我了 对 对不起啊 刚刚因为情况紧急 你们两个干嘛呢 你刚才叫的是我吧 对啊 到底怎么回事 什 什么意思啊 我不能听是吧 你们两个有小秘密啊 没有 没关系 你说吧 就是我刚刚去买图丁 听见有两个人说要堵你 好像和你爸有关系 你干嘛呀你啊 还要去打架啊 我现在联系不上我爸 我得去问问情况 行了 我陪你去吧 那我也去 你别去啊 你都不知道 那两个人长什么样 必须得带我去啊 好 像已经走了 明明就胆小怕事 还装 那现在怎么办啊 不怎么办呗 找不到就算了 说明没有缘分 没有缘分就不要提出 对吧 凯特 那没什么事儿 你先回去吧 嗯 小妹妹啊 嗯 这个时候你别告诉何希 她会大惊小怪的 好